明星期間 什麼? 外國電影公司? 荷里活大製作 Wanisa姐在美國拍電影? 我要問她能不能走, 她正在拍劇 是呀, 好… 喂, 什麼? Wanisa姐拍廣告, 八千萬 我們看看她能不能走 喂? 找阿姐開演唱會?三十場? 我跟她做節目 我還未夠班, 做她的經理人 我先問問她 喂?阿姐這麼多工作 看來我要替她找一個經理人就行 還要是超級經理人 這樣才能配Lisa姐這個女王 Paco, Lisa姐說想約你吃飯 跟Lisa姐吃飯了? Paco捧紅的古具機 許智安、楊千華等等 難怪叫做金牌經理人 來我的餐廳, 好不好? 好, 這樣說 喂, 珊珊 你好, 阿妹哥, 怎麼樣? Lisa姐約你吃飯聊天 跟阿姐吃飯? 要找鄭伊健和草蠻 一定要過林珊珊的關 旗下這麼多明星 是不是要照顧私生活呢? 好啊, 我換了漂亮的衣服 現在立刻到 難得約到兩位超級經理人 同台吃飯 當然要跟他們聊聊娛樂圈的事 不知道他們會爆發什麼明星秘密 他們有沒有興趣 要去簽我們的女王做旗下藝人呢? 阿姐 大家好, 珊珊 你好, 謝謝你們, 多謝Paco 謝謝… 我來, 青蘭 這個餐廳很帥氣 請坐… 好 這裡很漂亮 很特別, 而且很放鬆 這裡一定是西餐 一定, 你想逐樣逐樣試 是非常出色的 大廚很年輕的 是嗎? 不如請他進來, 好嗎? 好, 請Kent進來 阿湯, 歡迎 謝謝你… 你好… 你好… 你好, 珊珊 你好, 我又見面 又見面 這位是我很好出色的老闆大廚 Kent 是的 最拿手的是什麼? 最拿手的是煮意粉 意粉? 很胖 我還有一個拿手意粉 在芝士上煮的 我喜歡 對, 黑松芝士意粉 不過待會我們準備一下 我們幫幫忙進去煮東西 是, 我了, 其實你看到我… 很苦, 走吧, 走吧 好, 先煮東西吃, 待會見 他有份子 Kent, 我們這道菜是做什麼呢? 龍蝦慕士, 聖子鑊 明白, 龍蝦慕士 龍蝦慕士, 先做龍蝦慕士 如果在家裡做的, 比較複雜 要焗多久? 大約200度, 3分鐘左右 煮的時候可以煎聖子 首先加少許橄欖油, 放進去 可以加少許蒜片 一條的攤草, 調味 只是在旁邊而已 不, 滾進去, 油會煎的味道 然後油會走進去 為何不是先爆了蒜頭呢? 不會的, 我們不會 不要過濃, 少許過濃 調味道, 輕輕而已 對, 放慢一點火 好, 不要太大 對, 因為半生熟, 不要全熟 全熟就不要吃了 三分鐘, 說不定就完成了 是 好, 砌下去了 放在上面 對 好, 完成了 好, 有東西吃了 先看看你的東西 試試看 聞起來好像魚缸的海水味一樣 很重 很好吃 很嫩滑 它做得很好看 很好吃 其實海鮮類我喜歡吃聖子 對, 香港的聖子在布囊號 都做得很好吃 Issa姐, 剛才聽你們說的 你跟Pakko和珊珊結識了很久 但好像沒試過坐在同台吃飯 我應該跟直 我說結識了很久 其實大家知道 大家都是這行幾十年了 我已經47年了 你也有… 我已經接近40年了 接近40年了 我五十年了 你一睜眼就已經是這行 雖然大家都知道是同行 但由於大家的崗位也不同 所以真的沒試過坐在那裡 那也是我不好 應該主動約姐姐吃吧 好啊 我說你應該早點發掘 你當我的經理人, 我就發財了 所以今天… 她最出名就是經理人 金牌經理人 所以你今天很配搭 就帶了一個金牌來 其實我預備這個金牌是送給你的 是嗎? 很重, 很厲害 我背在哪裡? 掛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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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在中間 就是說我是經理人, 心口 姐姐, 什麼頸子, 什麼頸子都怪 很重 這個簡直好像擋箭牌 擋著很多箭 對 經理人的作用都是這樣 你知道這行真的是很多箭射漫 對, 沒錯 所以我現在發覺有個好處 可以擋一下 經理人的角色什麼時候開始有了? 莉莉姐姐 我入行不太久了, 47年了 匆匆已經過去了 我印象中在香港的娛樂圈 有一個經理人出現的字眼就是浪文 我說經理人要做什麼? 不如你介紹一下 經理人要做什麼? 經理人的責任就是所有承受 所有的不滿或任何的東西 這是最第一個 你說哪個不滿? 就是客戶還是藝人? 什麼都有, 所有… 全方位? 對 其實我借這個機會表達一下 但真正的經理人 最重要是推動計劃 對每一個藝人可以達到他們的要求 目標, 這就是最大的責任 但譬如我們做很多工作 都可以入行 譬如藝人可以讀藝人訓練班 歌手可以參加歌唱比賽 經理人怎麼入行? 這件事完全無門 我的過程是這樣的 對, 是我由一個音樂人 覺得在音樂上的發展 已經逐步逐步萎縮 我就開始封自己做經理人 推動一個全面的娛樂事業 慢著, 你說你覺得那時候 已經沒那麼… 沒得發展 是什麼時候? 畢竟你帶給你… 也說是1995年開始 你做經理人是你主動去找藝員 因為藝員慕名 就是找你做經理人 開始時當然是主動 有什麼人? 最早成立開始時 我已經對許智安很有… 好感, 看著我他很有感 看著我現在的, 許智安 對, 我發覺這位許智安 今天腳踢認識 的確他在他很優秀的地方 有什麼地方? 第一, 他唱歌好聽 這個最基本 發聲最重要… 而且他的態度很好 工作態度 進取 他有沒有告訴我他想做什麼? 當時大家的目標是 最受歡迎藝歌手, 是不是? 這是第一個我們一定要爭取做到的 當時無線就有很多音樂節目 是… 出鏡旅也是… 互惠互利 對唱片公司來說, 是不是? 我們要爭取主動 爭取讓歌手多一點發揮 多一點出鏡的機會 唱歌給別人聽 但當時很喜歡電視劇主題歌 很難拿的, 是嗎? 這個真的有 有猜測, 是嗎? 我要聽 怎麼開拍電視劇主題歌 原來大家… 大家有另一間娛樂公司 他們很固定有電視劇主題歌 對我來說, 我當時初生之族 第一次無線爭取 為什麼排隊排這麼久 也輪不到一隻主題歌的歌 我不斷在這裡有點發怒 有點不便宜 正常 總之高層就覺得這個人很麻煩 送給他一隻 誰叫高層 那時候?我也忘記了, 沒有 我喜歡 善囊的經歷 那時候我最記得爭取葉斯文 第一首主題歌《女四娘》 記住保持與無線的合作 有好關係, 到今天也是 當然在電視劇主題歌 是一個很好的渠道 當然, 去到世界各地嘛 對… 當時你手上除了許智安, 還有誰 我還不是郭富城 他說很輕鬆, 郭富城 郭富城, 郭富城 阿姐, 我也是 林子祥 我也是, 我們在華納的年代 也是, Parko帶我出來 他也是, 我簽他當歌手 是… 珊珊, 她是電台主持人 轉身做經理人 我想問珊珊, 她入行做經理人 是怎麼回事? 珊珊, 你當電台時 當然接觸了很多歌星 但你有沒有想過 有一天會變成她們的經理人? 沒有想過, 真的沒有想過 就算我以前簽了Parko的時候 那個年代 他簽你也是當歌手的 對…從來沒想過 你第一個做經理人是誰? 合作的 當然一定是正經理人 當時我們是做唱片公司的 我們公司幫他出碟 當時他也是… 什麼BMG 是嗎? 對, 是BMG 我記得 也是TVB經理人 當時做了之後, 他就結業了 結業了之後, 他當年很感言 都好像得罪了TVB 大家冷靜了一段時間 大家多點時間聊天 粉腦青年, 要把自己當作困惑 對… 阿毛南哥 真的 你下次見到他, 你就跟他說 不用了… 現在純得太多了 不會了 現在被人純得太多了 現在純得太多了 那段日子可能比較多時間 大家聊天, 說了一下之後 不如你幫我做經理人吧 當時開始經理人… 可能他想更多的法子 我不知道他是否這麼想 其實藝人是需要有一個人幫忙 譬如我做大戲 我只顧台上的演出 要顧幕後用什麼人 如何報警、服裝 真的沒有這樣的能力 實在經常都是… 我想每個人都需要一個統籌 對… 統籌… 監製或統籌, 一起跟他做事 而且有一個默契 好像覺得有一個人背後 有什麼都可以說給那個經理 譬如你幫阿伊堅接秀 你幫他計劃一年的計劃 或是他告訴你 阿伊堅先生, 我今年想賺多少錢 你跟我去找吧, 怎樣合作呢 我想是雙方的 大家計劃一起來想賺多少錢 藝人也是人 當他有時有點手緊 譬如他買了很多玩具 玩具的意思是跑車、養房 他可能會跟他說, 喂, 瓜哥 今年的目標是否應該提高50% 我覺得是相互相成的 剛才你說過很多 劉德華、郭富城、許正安 都是很有名的 你有沒有試過… 從零開始? 看少了, 看漏了某個藝人 我們有個列項 別說出來… 吃東西… 喝東西, 吃東西… 喝東西, 第二部分吧 好… 我真的沒見過這麼大塊芝士 整個砧板 整個砧板 我也是砧板, 是舊式的砧板 我以為是蚊子 通常以為是砧板 好… 好, 這次我們做芝士意粉 阿姐最喜歡吃芝士 這是阿姐最喜歡吃芝士 我喜歡芝士, 不過我沒見過這麼大塊 你怎樣做? 首先要加高濃度的酒精 酒精 對, 加點火, 先燒一下 讓表面融化 麵裡面已經煮好了 很簡單, 只有少許忌廉 少許上湯, 少許洋蔥 就這樣 放進去嗎?為什麼呢? 讓它的熱力融化芝士 芝士會在麵上 每一條麵都會有芝士味 阿姐喜歡吃芝士嗎? 對, 我怕妨礙你煮東西 所以我還沒說 我看你看, 你很開心 對 麻煩重芝士 重芝士 其實有朋友教我減肥 第一、兩天就是雞加蘋果 第三、第四就是雞加芝士 對, 吃芝士也可以減肥? 不是… 對 對, 我很喜歡 我去搜羅芝士 因為平時我也有吃的 有吃茶麵包, 夾 不是很多, 我怕悶 去了一間很大的超市 發覺有幾十種芝士 我以為真的減肥 不知道為什麼八天之後 我都會… 做重勇嗎? 我只知道吃芝士可以不醉 怎麼不醉? 為什麼不醉? 吃芝士… 喝酒之前吃芝士 我一直喝酒 你早點告訴我們, 我就煎酒 剛才融化了芝士 我把芝士刮到芝士的面上 別浪費 對 然後再加一碟 再加一碟 這是什麼芝士? 芝士 芝士 這是二十四個月 二十四個月? 對 那會不會什麼時候過期? 不會的, 越快越來越好吃 因為已經長久了, 二十四個月 但如果在剛好溫度的雪櫃裡面 你也要放雪櫃? 很多年都可以 哪有這麼大的雪櫃放在那裡? 特地買個雪櫃放在那裡 先買個雪櫃? 先買個芝士 好, 現在加少許北松露醬 還有多加少許酒, 最後 這是什麼酒? 是溫酒, 爆溫酒 爆溫酒 對, 爆溫酒 好, 現在開始吃火了 最後再加少許意大利黑松露 黑松露 是不是很貴呢? 黑松露, 我為什麼想問你 因為你現在現請我們行難 都是貴的食物 我怕你這餐廳貴得人們不敢進來 八多元的食物, 吃了芝士味 好啊 這麼商量? 又黑松露又盛又25年芝士味 這是八多元嗎? 是 好啊 好啊 好香 沒得到 我喜歡芝士味, 又不膩 而且麵的硬度剛剛好 怎麼說?什麼味道? 就是… 二粉的硬度 大叔叔, 阿Kent 他故意挑選差不多… 我身上有兩百多種 他故意挑選這個麵條的硬度 是最適合的嗎? 對, 最適合 有點像我們吃雲吞麵 剛好爽的麵 但這個又不同, 又不太硬 對, 很好吃 你們會不會自己平時煮東西? 人家也會出去吃多 如果你出去吃, 更加會嘴刁 因為吃了這麼多好吃的食物 當然, 我要求很高的, 吃東西 不過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是故意挑選誰跟我一起吃 說的才是最好吃的 吃雲吞麵 沒錯 吃雲吞麵 裡面的雲吞麵特別好吃 很好吃 對 不是雲吞麵 是緣分, 其實我們是喝酒的 我記得Loggy也有喝酒的 對, 很喜歡的, 很喜歡的 Loggy也有喝酒 說起Loggy是說他的經理人 那時候…我不知道 為何好像做了沒多久 他們有沒有再合作 因為他找到有兩位巨星 真好 就是了, 一個是陳百強 另一個是張國榮 當時… 是 同一個經理人嗎? 是 是嗎? 最早的經理人 很厲害, 中保羅也是他簽的 沒錯, 中保羅也是 怎麼辦呢?兩個人 同一個經理人會否有磨擦呢? 很難處理 為何有這個機會… 大家的年齡、觀眾就好像… 但當年最早期 其實是陳百強為主 那時候是張國榮未有Monica 那個時候, 是嗎? 剛才… 張國榮那時候還在 那個年齡, 是嗎? 對… 剛才你問Parko 我經常都想知道 他說有什麼酒漏眼嗎? 蒼凱為主有問題 有沒有人… 有哪些照片簽 你看都還沒想知道 我第一個畢生人的緣分簽不到 我嘗試三次都失敗 三顧草籠 是的 誰呢? 當然是王妃 世外高人, 是嗎? 是呀… 沒有緣分, 在當年裡 不, 我覺得那些人挺另類 因為他很多時候很自我 他不想受到束縛 對, 剛遇上對手的時間 我已經出得很高價 但對方還高過我 我總是… 是嗎? 添加 你一次失敗了, 你不高興 第二次你也… 三、四 不是, 他現在還沒退出 你再第四次吧 他可能又不同了 如果他想在電影的發展 我會覺得我機會高了 你應該相信, 你應該先相信佛師 好… 先好… 先好嗎? 先在那個圈裡見到他 有沒有一些…捧鏡也不一樣 有遺憾的 我相信應該沒有, 是嗎? 不過有, 一定有 因為有時候太多藝人 你怎麼可以照顧上 不是, 我是這樣的 我是設定目標 但我的堅持不是那三年 離開後再簽回去 我一定要做到, 我得偉一點 這個就是我一向… 你相信自己的眼光 對, 其中一個可以說的就是小肥 小肥一開始, 我是好看、好看 我覺得他有唱歌獨特的方面 雖然他的外形不太討好 不過越來越順眼 大家就覺得接受他 終於今年… 我跟他合作了八年 終於今年成功在澳門 才做了他第一次的個人演唱會 也非常成功 你繼續下去 繼續, 我今年決心一定要跟他 在香港開演唱會 最終…希望有機會 最終希望幫他做到 珊珊, 我的印象… 我覺得你只有一個藝人 就是鄭依賢 這幾十年來也是, 是嗎? 我想是因為根深蒂固了 專一, 做事專一是對的 是, 很難得, 大家都很難得 藝人也很難得 我相信他, 你也很相信 對, 只是幫我一個, 是嗎? 有一個這麼乖的人已經夠了 其實一些頑皮都不用了 也不是, 我覺得無論是藝人 或者自己工作的發展 我覺得多元化是好一點的 因為他擔當某間大公司的… 高層 高層 但好像他的藝人 以前是你的企業的公額 實在香港藝人也不是太多的 沒有分別的, 是的 所以我還是要敲開銅門 去問一下他的意見 因為我覺得珊珊很厲害 就是意見也不是容易相處 是嗎? 是嗎? 初期很酷的 是嗎? 是的 他可能會害怕你 我們完全沒有… 尊重你 對, 尊重你 他待會兒姐也很恐怖 可以拿我來做 或者他對你害羞也不一定 是嗎? 對, 他對女孩子特別害羞 我知道他很喜歡運動 是… 因為我覺得你照顧他 真的無微不至 連女朋友, 私人很多… 來了… 姐姐開始入籃了 這樣? 是嗎… 是嗎? 是嗎? 當然現在已經通過了 都不說也沒所謂 沒所謂 是嗎? 好像奇奇 Gigi那時候真的拿蛋糕去探望他 你立即電話沒多久就讓我看報紙報道 你要關注到真正是他的… 我們當時忘記跟Parko分享這件事 我早知道就聘請個人管理員給他 我就不需要去那個地方 不過我覺得有時候香港很小 但有時候這些事是給不到意見的 兒子這麼大了, 是嗎? 當然, 你剛才說的私人事情 沒辦法, 因為當年在那個環境… 而且他的年齡一定有選擇 是 有些事情發生 是 是很自然的事 很自然就會…那怎麼辦? 但人們一看報紙 這個經理人什麼都要… 挺厲害的 一眼觀察, 是嗎?他不比他… 好像炒炸彈一樣 對 很多要處理這些問題 沒辦法, 記者譬如打你 他一定會打給你, 不會打給你 但我感覺你仍然很年輕 你也要處理一個這麼大男孩的 這麼多事情, 挺厲害的 我要說說我一點點的過去 這個應該交給Parko 好了 我覺得因為當年我自己 睡覺到美國的時候 睡覺到這麼厲害 為了愛情的時候 也是Parko幫我處理 和華立唱會老師的高手 是嗎? 是的 他… 當然是, 你捧他當歌星 當時非常成功 是的 三個孫子 作為一個歌手 對 作為一個歌手 是的 非常成功, 而且銷量很出色 是 差一點在紅館海演唱會 他已經幫我計劃了, 當年已經 突然打給我, 現在在美國 去了美國? 去了美國? 是的 Parko, 你來探望我吧 我在美國結婚, 你來吧 先斬後座 是的 那你怎麼樣?當時的反應 整個沒了 整個事業沒了 對 不是, 他仍然在娛樂圈 轉了 但是不同 是 當時要處理的事 當年是最蓬佩和歌唱事業 最高峰的時間, 突然放在一起 你說的時候, 是不是耿煙嗎? 對, 馬上高音了 耿煙了 歌唱 耿煙了 對, 一個很…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可惜的 你們倆真的適合很久… 對 很小 其實我們跟當年唱片公司的關係 有一家人, 所以我們比較接近 我會打給他, 告訴他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很了解在幕後的人的感受 又很明白歌手去到某一個 感情點的時候, 又會有他的選擇 姐姐, 你當年也有, 是嗎? 是嗎? 當年你在日本學跳舞的時候 聽說 是… 是的, 當年我跟陳美玲的姐姐 叫陳依玲, 一起學跳舞 陳美玲在日本發展 當然, 陳美玲很紅 我當時在學校也很勤奮 日本的老師也很喜歡我 想簽你的? 想簽我, 因為他不知道… 我一向做過藝人 我們畢業的演出 他覺得出來已經很專業了 當然了, 我有經驗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新人 我只是進修而已 對… 他呢… 還有很多划算 對, 很多划算 已經在黎迪中三年 很多划算, 是嗎? 他很希望我留下, 像陳美玲一樣 大家好像有中國… 我直接簽你發展 他想簽我做經理人, 幫我發展 但我那時候又是因為拍拖 回來結婚, 厲害了, 我就結婚 是 所以大家都是國內人 印紗姐, 我也這麼… 可歌可得她的愛情 很厲害 真厲害 好, 現在就示範做鞋子 把鞋子切成幼條 然後用鹽胡椒和稠汁 拌一拌, 少許日本豉油 然後拌麵粉 燒熱的油大約170至180度 炸一分半鐘左右 豐富多餘的油 現在加少許甘膜油 加少許甘蔥, 少許甘蔥, 蒜蓉 現在加辣椒, 現在可以加鹽 然後加一些海鮮沙沙汁 完成了 好, 喝酒, 好吃 謝謝… 有得喝酒 我們要再喝酒, 喝杯… 很香 吃這個菜一定要喝酒 說到喝酒, 吃東西 你們做經理人當然站在最前線 要開很多新的方向 很多機會給藝人 會不會遇到很麻煩的事 沒有, 其實我相信大家 大家在觀念上有一點錯誤的看法 其實真正說生意 我最喜歡吃早餐 早餐是最清晰的時間 大家說清楚 但是很晚睡 那是另一個問題 大概是瘦醒的 很晚睡一的問題, 早點就清醒 正常在工作時 工作真的要談重要的生意 在公司或早餐是最好的, 我認為 大家很清晰, 說好所有合作關係 晚上其實是大家交朋友 大家開心 聊天 我絕對不會是晚上 浪費一個這麼寶貴的一頓 而談談生意 說得大家又不知道行不行 就是吃一瓶沒味 喝一瓶喝醉 對… 這樣其實是剛剛相反的 明白了 對 但是Paco約我們吃東西 知道他不同時間約我們吃 就知道有什麼原因 不是, 看看是否跟你談生意 對 早餐就是你盡數了 早餐就是你 有生意了 晚上也不錯, 教朋友 燒東西也不錯 你會不會遇到一些比較豪爽的客人 我們回國內做事呢 經常 他們因為改革開放這麼成功 很多人都很有錢 有沒有…譬如欠一個歌星 多少錢都要請他, 有事嗎 對, 現在分店很棒 對我來說是很好的大生意 對 去找一位出名的大歌星 他真的可以出到很高的價錢 高成怎樣?唱三、四首歌吧 最少三百萬 你買了 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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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可以出到這麼天價來請你 就是唱這首歌 不是三、四十萬, 是三、四百 還有普通的商演 那些是私人宴會 是的 私人宴會 生日 他結婚了 我也見過… 是… 很好 很厲害 我也試過有一個… 也試過拿這些錢嗎? 不是, 我… 我收得很便宜 什麼大牌都差不多那晚出齊 這麼厲害?比台兄更厲害 請你去也似乎是這樣的 那些是…友情而已 但我真的想問 剛才Paco說的就是喝酒 是 坊間傳聞, 現在我們去喝威士忌 有些人正式加冰或加水 但出去有些夜店 喜歡混合綠茶, 容易入口一點 令威士忌在香港的銷情 很好賣 有傳有這樣的飲法就是Paco創的 Paco說那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這是我當年推動的飲酒文化 我以為… 其實一個無意間混合錯了 因為綠茶的顏色… 搗寫了 把綠茶倒在威士忌 我就覺得這個飲法很有型 好喝 其實我在這裡成為一個罪人 其實我愛了很多人 因為這樣的飲法非常不健康 而且喝太多綠茶, 糖分高 所以更加影響到身體 我已經道歉過無數次了 這成為我的其中… 就是我一生之中最錯誤的一次 那你一於戒酒吧, 別喝了 你真是… 阿姐, 整碗鬼 我想說這句話好像… 我想提醒正確的飲酒方式 阿姐 阿姐, 應該這樣喝了 其實你現在混合了一點 在威士忌上, 我覺得沒那麼好喝 我覺得純粹是入口氣 阿姐, 真是… 剛才開始了 阿姐, 真是… 喝一口雞 你快點喝水 我看到他們兩個不停在手上來喝 對不對? 阿姐, 因為混合了酒… 不是, 混合了水 有一點醉 好, 阿Paco很喜歡喝酒 我知道對珊珊來說 有禮物很重要 是 就是你的家庭 是 因為我剛才想說什麼 因為我看著她, 像嬰兒女的樣子 謝謝你, 阿媽 真是很可愛 謝謝你 她很爽朗 是一個很開朗的發落女孩 但其實她已經有兩個女孩 可能兩個女孩都… 很老了 出了身了… 出了身了 出了身了, 兩個都上班了 是嗎? 好像在上電台 對, 其中有一個上電台 她做成怎樣?開心嗎? 我聽就聽得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 她做得挺好聽 說話… 對, 現在人們會走過來跟我說 你女兒做節目很好聽 她說什麼時候? 很早, 早上七點之後 你是否想聽聽? 行了 我想聽, 不是, 我們有聽 我們有聽, 很麻煩, 高創人員 聽聽 我們真的準備了一些可以聽聽 你好, 媽媽 很感謝你帶我來到這個世界 很多事情發生的都是美好的 無論是開心的還是不開心的 我都開心自己經歷過那件事 我想你也是一樣的 希望你也繼續保持著這個靈魂 希望你的樣子越來越小 快點小過我 其實已經小過我 我也很想告訴你 我們其實已經很大了 我和妹妹 不過暫時沒有能力 說很獨立 又或者可以養得起你 我看到養得起你那個界 那個界很遠 所以希望你再繼續努力 努力賺食, 努力上班, 努力做事 因為我知道你很喜歡這個工作 我希望你做到你自己喜歡做的事 也希望很快很快 我們可以報答你 我們每天都會報答你 對, 希望每天我們都很甜蜜 看不到你也希望你知道 我們都是…很喊你的 對, 很勇猛 很勇猛 我看見是兩個好像兩姐妹一樣 對, 很辛苦的 她說養你很難 我經常這樣形容 實在因為我的慾望太多 我的要求太多, 我想做的事太多 所以我經常跟女兒說 你們慢慢自己賺食吧 你能搞定自己就孝順我 我繼續努力我的理想 因為我的確很難養 我聽到有一句她說 你帶給她看這個這麼好的世界 你有沒有告訴她 其實這個世界很艱難? 有…我想我爸爸也是 爸爸媽媽也很老實地說 我經常告訴她 實在世界一直不容易 一直是艱難的 就是因為應該有我們這些熱血的青年 很熱血地面對困難才是精神 我覺得她很懂事 對, 她說了 對, 媽媽 我已經受不了 因為平時我們不會這樣說這些話 因為第一, 時間匆忙 很多時候我喜歡寫字給別人 因為可能平時說話太多 而且我覺得文字在看的時候 比較有味道 那個家庭的Parkle就不發聲了 是嗎? 不是的 Parkle, 你看什麼環節 不是的, 我才知道 原來成龍也做過經理人 跟他出過電話 不是…那時候是最早期的合作關係 不是經理人, 是朋友幫忙 音樂… 什麼時候第一次做… 學會喝酒呢? 其實就是當年… 金牌經理人 真正的金牌經理人 原來是要喝酒的 我知道這個規矩 怎麼喝呢? 是不是喝酒嗎? 不, 佛蘭地… 我第一口, 我永遠都覺得 那個感覺很難吃 我弄著你, 火燒 誰知道… 魚有觸電 要這樣吃, 要喝酒嗎? 那時候是第一次的經驗 你有沒有嘗試過藝人… 你看好他, 他是不紅 有, 一定有 有些…沒辦法 因為我很怕如果真的經理人 簽了你, 他有很多小小女 根本沒空拿給你 那幾年的合約就綁死了 那就慘了 看誰做吧, 對我來說 就沒有這個成果出現了 頂住, 要頂住一點 我很清晰, 每個人都定下一個目標 現在示範慢煮雞 首先將雞胸雞腿63度 大約浸20分鐘左右 加少許油 雞腿之前我們已經用鵝油 海鹽和香醋和蒜頭 大約浸了四個小時 記得用慢火, 慢慢煎 煎到皮脆就可以了 這個慢火的煎雞腿 大約煎十分鐘左右 很慢很慢火, 要煎得很脆 因為脂肪全部走出來 就變成CRISP 好, 我們現在可以上碟了 好, 接著我們打浮江菌泡 好, 完成了 好, 最後一道菜了 阿Kent, 這是什麼? 這是法國萬煮珍珠雞 這個應該是Paco 這個Paco好像很有研究 絕對 Paco說這個介紹 沒錯 好, 慢慢吃 謝謝 這裡是雞胸肉 雞胸肉 這個是雞腿肉 但是先吃雞腿 這個? 對, 先吃雞腿肉 很香 吃雞腿肉, 還挺嫩滑的 燒雞 是不是? 雞胸皮像燒豬一樣 對… 接著… 吃一塊雞胸肉 你吃雞胸肉 你會很明白 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就是雞胸肉比雞腿肉滑 但是雞腿肉有香 對, 這個就是萬煮的特色 雞胸肉比雞腿肉還可以滑 萬煮很健康 對 真的 那些精華全都在 對 但又不會肥 我覺得有點像豬頸肉, 燒肉 就像我們平常吃燒肉 夾著三文治 對… 三文治的 我想起雞腿肉 現在很流行吃韓食 現在在店裡我發現 很多店都改成韓食 是嗎? 韓燒 太厲害了, 韓風 是嗎? Paco相信是中國的傳統統計學說 就是風水和命理 對, 以你這麼熟悉這方面的理據 你覺得韓風還可以持續多久? 我估計最少…最少… 還有五年時間 為什麼我要這麼說呢? 或者不止 因為第一, 首先韓國 他們的國家很支持文化演藝 是, 創意 創意 第二, 他們的族本身在韓國的民族 他們支持很本土的電影和音樂 第三, 因為他們已經成功在本土 自己的地方 然後在周邊國家爭取這個機會曝光 而遍及到國際化 他們的製作、音樂上的製作 簡直是全世界一級的 他們請了最厲害的美國音樂人 我有時候看他們的音樂影片 很棒, 很棒 音樂影片全都是錢 是, 很開心 最基本的, 最便宜的 製作一個韓國的音樂影片 是, 最少20萬美金 香港… 香港30萬一個港位 已經牙齒痛了 你可想像你看到文明 國際那隻騎馬舞 對… 是超過100萬美金的製作 這些這麼高的… 但它可以炸回來 所以… 他們有眼光 它製作越認真越大 吸納到其他地方的發展 我們香港的歌聲是怎樣的 香港的歌聲 首先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是 我什麼時候再說一件事 這麼多年輕的小朋友 追捕韓風或者韓國的音樂 劇集 有多少是真正懂聽 明白、理解的韓文的呢? 沒有 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音樂對歌曲來說 沒有分國界, 不會分語言 我更加推崇 希望香港廣東歌的文化 絕對不能讓它抹落 大家要很誇張自己 是香港人唱廣東歌的 你別以為我唱一首廣東歌 走出去是實例的 如果有這種觀念就很實例 對… 但現在去內地登台 都要唱國語歌 普及全國就是 但在華南地區 始終是接近香港的 你仍然可以唱廣東歌 還是唱演的 對, 我也希望只有一天 香港的廣東歌文化 更加發揚光大 對, 這是我一直堅持要做的 好, 乾杯 真的要喝杯, 喝杯… 你快點發掘更多人才出來吧 有的… 有, 他貴公司很多新歌手 唱得很好, 唱得很好 好, 去到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正所謂喝飽吃了之後 有禮物嗎? 是, 有禮物 是送給觀眾的禮物 因為我們所有嘉賓都很開心 擁有一個就是所有記者朋友 和雜誌朋友都沒有的權利 就是可以問Lisa之下的問題 多深入都可以 她一定會如實作答 你一直看著我? 不是, 看Parko也可以 我叫Parko吃一口雞胸 不知道是雞腿一樣 突然是雞胸 很難得, 千鳥難逢 這個C4 好, 你問吧 我問嗎? 是 剛才… 別那麼刁鑽 別那麼刁鑽? 幕後同事已經告訴我 原來有些我想問的已經有人問了 哪些你想問的被人問了? 家居安全的? 是的 沒有了, 沒人敢來 黑毛一蜜 那我就不如問問這一題吧 阿姐, 別人叫你阿姐… 但實在外面的人 或者如果擁有這個名字叫阿姐, 阿姐 通常都好像很兇死 很尷尖, 很不受歡迎 就是你一直以來對阿姐的名字 別人叫你… 你有沒有很… 我不是這樣的, 我很友善的 我適合所得的時候就不是這樣了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 那些完全是形光幕上的形象 是 私底下的Lisa姐也不知道多溫柔 是… 又親切 是 又體諒 是否只有家英哥看到呢? 沒錯 你見到嗎? 沒有, 他們誰敢說我阿姐 不要說我阿姐 不是, 誰敢說我阿姐 誰敢說我阿姐 對, 看到了 你膽敢來就說 對 所以你慢慢來也沒有… 沒有, 我覺得怎樣也有個稱呼 無所謂 現在聽到覺得很親切 Lisa姐… 不, 他們多數都叫阿姐 阿姐, 我就想問一下 真好 什麼樣子嗎? 不是, 真好… 中環的演藝事, 這麼久了 還有哪一方面是否做過呢? 或者你想做呢? 其實我真的很誠心 希望一個經理人可以發掘我 還有沒有其他… 兩位是合過的 不是, 我其實是一個… 我想是一個… 其實我可以說是一個很忠誠的員工 我覺得… 很專注你做的, 是嗎? 對, 我做好這件事, 我覺得這樣 因為一個人真的不需要那麼多時間 去做好一件事 我覺得如果我… 我自己喜歡做演戲 又進了這個行業 GVB, 而且給我很多機會 我覺得我已經用了很多力量 你再做其他一些 我覺得未必做得那麼好 所以其實我是滿意自己在這一行 能夠有這麼多機會去做 而且我也盡力去做 我沒有浪費別人給我的機會 有沒有什麼還沒做 就…對, 看看經理人 我真的會說… 約是光是洗遷 約是光是洗遷 揣合一對這樣的… 約是 諸聯逼合經理人 和金螞蟻人 我過可因的 我過可因的 因為大家現在看到 內地市場很大, 很多人才 是 其實我有很多背景的原因 令我真的沒有機會進去發展 我很想有機會跟他們在戲劇上交流 一些精彩的角色 我想我想做這件事 那就祝兩位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會是你最大年齡的 謝謝GVB 年齡太大 最大卡士 乾杯… 乾杯… 謝謝… 我經常在客廳做一個很窮的小朋友 來我們家偷東西吃 但我自己買了一件黑色的瓶頂衫 很漂亮的去拍 張青先生看到 說不行, 你是沒飯吃 才來偷東西吃, 怎麼做得這麼漂亮 我學了一課 是我一生都記住的 就是那個戲的所有東西 要為角色準備 不同嗎? 因為你拍一首電影 你永遠都拍不完 這是折磨你的